杨州洪峰家居城有一家木头人收纳定制门店 设计师小陈说是在这里帮客户订了全屋定制的家具 总共加钱2万6 衣柜啊 橱柜啊 还有装饰柜这些东西 然后当时想着金额太少了 2万多嘛 然后就想着赶紧下单 小陈说双方没有签协议 6月15号他转给对方2万块钱 当时口头约定 7月底送货安装 7月末呢他就跟我推说 柜子的柜门没有生产完 然后我说我理解 那就推几天吧 然后推了几天之后联系不上 然后隔了两天我联系上他了 他说回来给我装 然后又联系不上 然后我就报警了 他答应警察说周日的时候送货安装 小陈说8月21号对方送了大部分家具 他付了6000块钱没款 但对方一直没有上门安装 还没有安装 还有20%的货还没送过来 然后他现在又开始不接电话 又差不多又拖了快20天了 天天催我从早催到晚 这个假期我就没好好过过假期 木头人收纳定制门店上了锁 记者按照小陈提供的手机号拨打过去 您好请不要挂机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洪峰家居城的工作人员表示 后续会做沟通 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后来记者接到了那位老板的电话 小陈解释 当天送货时没有说具体时间 他临时走开一个小时去办事去了 他想知道为什么老是联系不上对方 我电话都通 我电站那里 我怎么会联系不上 谈这个呢 这样 人家 我就跟你说 我现在给你报另外一个料 他们两个 我跟你说 你报料记好了 他们两个三个月内不出事情 找我 出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 你是在威胁他们吗 对 聪明 现在是法治社会 没事啊 小陈表示 这位电老板之前曾多次威胁他 他口中的两个人是他和另外一位同事 接下来 他打算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